你好 老师 你好 老师好 你好 谢南 我们主持人 你好 来 这边请坐 谢谢 老师 怎么称呼 姓鱼 年龄又一个鱼 鱼老师 今天因为时间很赶 然后想说 做一个稍微比较像型的 你看要么你先画一下 或者是怎么样 画一下 就画一下冷卧 就是要 就是想象一下那个张芊的爱好 你给他设计一个 行 画画是吧 是的 是的 我想要不呢 就是有一点那种 比如说了 头了 然后就长的了 然后这个头上呢 就是有一点希腊风格的 就是在这里有一圈 花魂 小花花 小花花 然后呢 其他地方呢 都是 一些树的 还是有一些需要其他的 有一点东西比较好 小猪子 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小亮片 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不同的 亮片呢 我觉得小亮就好了 来 我们选材料 我们先选材料 因为其实投杀的一开始 是源于英国 因为英国的对这个白色很崇敬 所以看了一下 说这个土材 那我们就选择白色 那我们就选择白色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15年了 15年了 水晶婚 是吧 结婚15年 是水晶 有没有什么水晶的元素吗 有一些像这种水晶的一些珠子 现在我们就开始分工 绣花的部分我们给这个 我绣花 我绣花 我们也给我们套花 张先生呢 我们可以做简单的一些 英文字母的这个轮廓的刺绣 轮廓 是 是 是 这个简单吗 这个简单吗 我们先把这个简单的针法 先学一下 好 到这个地方 5毫米 抽上去 是 然后换个手 拿个线 取出来 好 好 这好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他已经很碎了 真的不容易 然后你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染色 健哥我问你啊 请说 你那会怎么会想到 说要求婚的 怎么想到要求婚呢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想 其实我一认识他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正式谈恋爱 我们讲大家理想的时候 他其中的一个理想就是说 30岁之前希望就可以结婚了 这样子 然后呢 到那一年大概还有七八个月 他就30岁了 然后我想说 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的时间不多了 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决定了 跟他 给他求婚 那健哥你有提前准备好多 求婚的那些 求婚的一些场景 或者说自己准备的一些 完全没有准备 你知不知道 在香港可以做那个渡轮 知道 过江的那个新渡 对 过海的那个 那个叫天心小轮 天心小轮 你就可以从九龙做到香港 然后呢 就15分钟的事 我选了那个在渡轮上 日落黄昏 很好啊 很浪漫 你想想看 在维多利亚海港 黄昏的时候 然后在渡轮上 拿出求婚戒指 那不是挺好的吗 很浪漫 但是呢 人算不如天算 日落黄昏的时候 就是人家下半的时候 下半的时候 整个渡轮坐满了人 坐满了人 你等于选在北京地铁 早高峰的时候 求婚是吧 没错 我的膝盖 几乎都已经顶到 对面的那个老外 这你还要跪下来吗 跪不下来吧 我实在是跪不下来了 那我的那个戒指呢 我就放在我的口袋里面 然后我就牵着他的手 然后放在我的口袋里面 然后就打开那个戒指盒 然后找他的那个手指 然后把那个戒指 就躺进去 躺进去 躺进去 然后后来他还是拿出来一看 拿出来一看 然后对面那个男人也明白我 我在干什么 然后跟我笑一笑 这样 那我觉得虽然是有点 有点 跟预想的不一样 但是呢 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一个 永远的一个美好的回忆 对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蛮好玩的 对 蛮好玩的 你也可以试试看 看 算了 我觉得 老师 我是不是越绣越好了 已经很顺手了 而且绣的这个空间感的 距离感也掌握得很好 老师 是啊 一会儿我们今天因为时间挺紧 所以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底子打完之后 可能要麻烦您帮我们稍微 我们帮你再完善一下 对 我这个花的一盆花都给你染完了 老师 辛苦老师 谢谢